Hello,大家好,我是Segit 今天要来介绍一个应用Nginx WebUI 这个是Doghub 那这个Doghub呢 他也讲了一些基础的安装 然后以及使用 其实这个安装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呢,我们主要是来在TunaScale上面安装 然后使用一下 然后这个应用呢 我们如果使用主机网络来安装的话 它是可以把我们的内网的IPv4 然后映射出去成IPv6的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好用 好了,我们直接安装 我们这里呢 同样是使用社区的自定应用安装 然后我们写一下它的名字 这个应用名称呢 是不能有大写的 所以呢,我们就全消息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的镜像 然后呢,我们添加一个环节面量 这个环节面量呢 的意思是指定我们这个服务的端口 可以看到它默认是8080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填的话 它就是8080 所以我这里只填一下 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可以把这个8080改成别的端口 至于不要和主机上面的端口有冲突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健康奖卡可以关掉 然后网络我们选择这个clusterIP 因为我们不需要让它映射出去 我们需要使用的主机网络 所以到这映射会给我们端口有冲突 所以我们就不映射 然后这个端口都随便 反正是不映射出去的 然后够上这个高级 把这个主机网络构选上 然后我们挂载一个储存 所以呢,如果你想挂载到主机目录的话 可以提前去建一个目录 我自己呢,就不挂载到主机上了 我就直接用这个PVC就行了 然后下一步 这里呢,我们把它的权限改成用root运行 然后直接保存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在我们的地址栏 手动的输入我们的NASIP冒号 加上这个你设置的端口号 然后回车就自动进来了 然后呢,我们需要注册一下 我这里就简单一点 它这个密码是要求有一定的复杂的 这样就进了我们的这个NGX的页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系统状态 这里都无所谓 我们主要是演示一个反向代理 也就是这个反向代理 我们直接就添加 然后转发类型呢 一般我们就选http就可以了 然后监听端口 这个它可以它说了IP可为空 或者是两个引号 所以呢,它为空的话 应该就是实应说的IPv4 两个这个冒号的话 应该就是IPv6 我们先 我们就直接这样 可以不填 我就不填了 然后端口 大家可以随意 比如说什么43啊 8443 94 因为我为了避免冲突 我们就简单一点 1234 然后我们这里就选择默认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监听的域名呢也可以不填 如果不填的话 它的意思就是监听所有的域名 就是说任何的域名都可以绑定到这个 反向代理里边 我就不填了 大家可以自行填下自己的域名 我这里就不填了 密码我们这里没有密码 这里可以开启SSL 但是呢开启这个SSL之前呢 我们需要申请证书 或者是我们自己上传这个证书 我们这里我就是不先不开启SSL 我先把这个平方代理演示一下 然后再演示一下怎么去添加证书 因为添加证书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呢我们就添加代理目标 然后我们这里输入我们的代理目标 就比如说吧 这个是我的QB的一个路径 我们直接粘过来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都开上 然后提交 提交之后呢这样还没有生效 我们可以这样检查一下端口有没有占用 它其实没有占用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 到这个起用配置 然后点这个校验文件 它就会把我们刚刚设置的校验一下 可以看到它都是通过 教验成功 成功之后呢我们点这个替换文件 然后再重新装载 这样呢它就启动成功了 每次修改配置呢都需要校验 然后替换装载 我们再来试一下 因为呢 因为呢我的这个域名已经提前印设好到我们这个IP了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大家在我们测试之前呢 需要把DDS还有我们的档口转发全部设置好 我这里已经是设置好了 我们就直接来试一下 可以看到呢我们输入这个域名 它就会自动的访问到我们的这个OP了 所以我们就成功了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下证书 我们点下这个证书管理 添加 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简单的 它是支持范域名的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 这个的地址 我们先 我就不想打了 就直接这样 范域名呢就是我们 这样前面是新点什么什么.com 然后有两种方法 你可以手动上传 或者是DDS获得 或者是申请获得 新获得它这里有一个 它就会自动的申请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位运营商 比如说我是Cloudfire的 然后填上这两个key 比如说你是阿里的 然后填上他的这个key 然后就可以自动的申请了 升级完了之后你就可以 这里勾上SSL 然后选择内置证书 就可以选了 然后这里如果代理多个的话 有两种方式 这种方式呢就是一个端口代理多个 然后通过插这个 路径来监控 就是输入不同的后缀 就是输入不同的路径 就是输入不同的路径 输入到不同的这个页面 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不同的端口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条端口 只绑定这一个代理目标 我们再添加额外的其他端口 这里呢我们就只演示一个添加额外的路径吧 因为直接添加一个额外的端口呢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简单的 就像添加的第一条一样 换一个端口 其他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就来添加不同的路径 可以看到这个杠路径 就是什么都不输 他默认了就跳转到我们的QB 比如说我们再来一个 来个NAS 也就是输入杠NAS 然后我们跳转到 我先把它关掉 就是我们的NAS页面好了 我的NAS就是10.0.0.10 我们来填进来 然后提交 刚刚这个开启websocket 我们也添加上 OK我们来试一下 看我们直接添加斜杠 就什么都不加 他就是跳到我们的这个软路由 我们添加一个NAS 杠NAS 因为我们还没有生效 忘记了 我们再来生效一下 教员文件 然后教员成功之后 我们替换 再重新装载 我们再来一次 可以看到他就正确的跳转到我们的NAS了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一个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我刚刚开始说的 他是可以 这边这边代理的目标呢 你可以看到都是IPv4的 然后这里呢我们可以代理IPv6 直接这样冒号 或者呢你就输入你的真实的IPv6的具体是多少 这样就可以了 看他是有个引号的 这就代表IPv6 这个IPv6呢我就不演示了 只是改一个这个IP地址 然后你就把你的DDS做到你这个主题上面就可以了 当然了这个LinuxWebUI的它不仅仅只局限于在我们的这个QNAS上面安装 你可以在你的软路由上或者是 就比如说你软路由如果是一个虚拟化系统的话 你可以额外开一个DVine 装上一个这样的 面板 可以帮我们的内网任意的地方 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直接的代理出去 因为看到我们这里 代理的这个10.0.0.1的就是我内网的其他的东西 然后这个呢是它的本机 所以呢都是可以代理的 它不仅仅是局限于我们在NAS上安装 你可以在你的路由的上面安装等等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一键三连这对我很重要 非常感谢